鄉親繼續來關心其他的新聞 在這個台北桌園的 上連站 報名十二點多 有一個二十五歲高年娃 在那大四聲發生 人家的環境到了 好心 讓他送他回家 到處之後 這個高年娃跟家修 來去口角 精神是很激動 竟然是他水溝度 來攻擊激動一個環境 把這個環境 倒邊的形狀 跟境界都來射到胸 接下來讓人家醫生不夠的時候 這個高年娃 竟然是換來台北 跟自己是台北很兇 上北來救救 救不回來囉 王生路 他如果要苦放減哀求 不過這個小姐是越說越激動 所以就從後面這個環境 把它插進去 盪子放下來 盪子放下來就好了 盪子放下來 盪子砍傷我們同仁了 你不放我真的開槍 環境的現場就好 竟然有二十分鐘 不過也不能阻止 危險的事情發生 事情發生在十月十二點多 當時這個二五歲 省頂的休假在 一位相連站來 警示真正不穩定 警方到現場後 讓人家回去了 一個回到家 以後到家人去玩家 警示適控 他都要臺生 在這個環境 地區這個環境 途邊的形狀跟境界頭 有中心 目前在便宜在治療 這個省頂的休假 遲後 他都要自己臺到 在時間比 送到便宜治療 不過也是不救 很可惜啊 二十幾歲而已 喧嘩或是情緒不穩 等指導情勢 並沒有相關的 暴力的一個資料的背景 村民紀別 聽到這個消息 都覺得很安心 如果中心的環境 今年三月四月 競轉二十五期比驗 做警察已經十年了 表現真好 雖然這個休假比安全 上等到處 要不由我們發生 比招 有親人留下 無限的危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 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